嗨,我是OPHRA 我呢現在就是一個剛起床 現在是早上9點...9點20吧 之類的 然後我就想說呢 因為我今天一整天要去非常非常多地方 我今天終於終於終於要去宜德利 買就是腰的靠枕 因為美根就有推薦我說腰的靠枕 她覺得那個非常好做 因為我們家的書桌跟椅子 椅子不是就是最完美的比例 所以我剪接的時候一直都會是駝背 所以你們也知道我長期左邊肩膀跟手都是比較嚴重的筋膜炎這樣 然後最近是嚴重到我睡覺的時候她整個都是麻的這樣 然後還會偏頭痛 然後醫生就說因為這邊太嚴重了 所以就是她會影響...就是會壓迫我的神經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就想說OK那我一定要趕快去買靠枕跟椅子這樣 好一點的椅子 然後呢我今天就是等一下化妝完以後要跟朋友去吃一個 就是看起來非常厲害的拉麵 今天整個變美食Youtuber 然後呢再去贏得力 然後回來再繼續剪一些影片這樣 所以今天就帶你們跟我一整天吧 這一台呢就是我上次upgrade的那個MacBook Pro 我多買了一個螢幕 ASUS的螢幕 因為它那時候在特價 所以呢我現在就是可以雙螢幕用 這樣螢幕比較大 然後這邊的話呢就是放一些我的筆啊 然後日立啊什麼之類的 小可愛之類的就是 有的沒的這樣 這邊呢就是放ipad 因為我ipad幾乎就是熟寫版的話 就是永遠都要預備著 就我剪影片的時候都要預備著這樣 然後呢這一本呢是我很久很久以前 因為我是非常愛買筆記本的人 這一本是我很久很久以前買的 然後現在就是用來寫一些 就是我的拍片的idea 你看有時候拍片我都會寫這麼多字 記本呢就是最近也是有隨時在寫 而且我真的覺得 還好我有寫日記 就是真的是寫日記之後我才知道啊 就是我的youtube怎麼成長的 跟我的肥宿還有Instagram的成長人數 隱身在社區裡面的一個 中立的新 凍飯嗎?這是凍飯嗎? 拉麵!拉麵店 挑戰書挑戰書 我們今天來吃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貴族吃的一個拉麵 它就是一個蝦味很重的一個地方 然後它就是賣拉麵跟龍蝦 然後還有一些粥 可是它粥已經賣完了 然後它的拉麵的價值是 單點的話是238元 所以不少 店面就是小小的 哇 好日本好日本喔 然後我來這邊還是要喝冰拿鐵 這邊有個隱藏的門耶 出來了 店裡的龍蝦 就是你真的可以點龍蝦套餐這樣 廚房就在這 有沒有藍波影片沒有騙你們 我真的很愛點皮蛋豆腐 這個是胡麻辛麻味的皮蛋豆腐 它其實也有兩種口味的拉麵 一個是濃厚一個是清淡 這個是濃厚的 這個是蛋的 超香 而且居然有蛤蜊耶 然後還有叉燒 糖心蛋 跟木耳 跟香菇 我現在要先吃這個皮蛋豆腐 吃胡麻口味 它的碗每一個都超可愛的 都是老闆自己從日本帶回來的 很可愛 嗯 它的胡麻醬是有一點點酸酸的 所以很開胃 超開胃的 嗯 一吃立刻變超餓 我來先吃吃看清淡口味的 然後再吃龍的 我覺得它麵條是細的 我很愛 因為我很愛吃細的麵條 嗯 嗯 不是你想像中的拉麵的糖味 它真的是海鮮底的濃湯 好好吃喔 對它一直敲到我的手 而且麵超級無敵入味啊 好好吃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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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吃飯濃的 嗯 濃的你會覺得它的湯再濃一點點 可是也不會都太誇張 然後兩個都沒有辣味 很好吃欸 然後它的叉燒很厚 它雖然是海鮮湯底 但是有附兩塊很厚的叉燒湯 辛蛋跟蛤蜊 然後蛤蜊也是很新鮮的 大顆的那一種 然後還有很多我超愛的木耳 欸怎辦我真的變美食Youtuber 它的叉燒非常厚以外 一咬下去它是有那個煙燻味的 我很喜歡欸 你在IG或是Facebook或Google打卡 都會送你手捲跟 藍木冰淇淋 它的手捲裡面是很簡單的小黃瓜 然後還有炸羊肉 就是炸馬鈴薯的小碎片 好好吃欸 對手捲沒有太大的要求 就是裡面盡量不要放一些牛吃的東西 像是木素牙之類的 如果是木素牙我一定是把它挑出來給我爸吃 我真的沒有辦法接收木素牙 其他青菜我都是ok的 那這個裡面就是小黃瓜跟馬鈴薯 嗯 到底網美要怎麼吃手枕 這種它要怎麼吃 打開來用湯匙吃嗎 現在在宜德利市椅子 我要找一個就是可以 固著我的腰跟我的頸椎的一個椅子 這樣子對我的肩膀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傷害 我有找了一個椅墊 是美根推薦的 登登 然後呢還有就是現在在找就是這種 很醜的飾物椅 很醜的飾物椅 但是它真的做起來是比較舒服的 可能可以調整 就對我們家的那個書桌是比較好控制的這樣 耶我居然在宜德利的二手店買到我的腳架了 超開心這是手持式的腳架 而且宜德利居然有二手店你們知道嗎 在這 Amazing 超多東西都有賣的 就是還有賣電腦手機相機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現在的相機不用拿在手上喔 我有腳架了 ok 因為知名部落客比較窮酸 所以有時候你們要我買的東西 我是買不起的 還好呢我就是有非常多的好友 以及好友的妹妹姊姊們 都會願意提供我一些東西 像今天的 欸我幫你打馬賽克 妞妞呢要借我什麼 你自己說 粉底衣 沒有錯 她要借我Pony大神的粉底衣 還有妝錢什麼一個東西呢 妝錢的一個東西 我也不知道 不太知道正確名稱是什麼 然後我帶你們逛一下 就是中原這一間店呢 我跟你們說 這個呢也是我的高中好友開的店 叫做Lachette 非常非常非常的好逛 但是也不用擔心手會被剁掉 因為超級無敵便宜的 我隨便拿一件 這件可能只要450 之類的 是不是 差不多 那我們就是趕快趁假日來看一下好不好 只能說妹妹就是一個十足的厚亞郎 因為她借給我超級無敵多東西 都是姊姊買不起的 一些迷模才會買的牌子 例如Dior跟Chanel 我從來沒有 欸我有Dior的粉底 喔有一個Chanel我從來沒有買過 對我從來沒有買過任何一個Chanel粉底 那我們下個禮拜就會有個底妝實測週好不好 因為我現在獲得了四罐新的粉底液 但是又不能拿太久 所以我就是下禮拜一次實測完 再跟你們分享 妹妹你皮膚是什麼皮膚 乾 乾淨 或混合偏乾 妹妹是混合偏乾 但我是混合偏油 所以就是 我就是大膽的假設Chanel 這一罐應該會被我罵得很慘 然後 這一罐我一定會覺得它沒有什麼遮瑕 因為我記得手那種遮瑕度都蠻低的 但就蠻有質感的啦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大學生要買這種牌子 不是大學生不是用Kate就好嗎 哈哈哈哈 你也有Kate啊 你也有Kate對不對 OK好啊 好啦我買我就去買 回到家立刻就在組裝了 等一下就有新椅子了 現在剛到家 然後椅子也組好了 然後美根推薦我的靠腰也買好了 欸什麼感覺我好像在講髒話 就是靠著腰的那個枕頭也買好了這樣 然後剛剛還在宜得利的二手店 花了三百塊買了一個桌上型的腳架 這個Friday真的是讓人非常的開心 然後等一下上傳完那個金曲大串燒之後呢 就快要放假了 但是六日我還是會拍影片 因為就是希望 其實我的目標 目標是希望我可以天天有影片 OK一到日好不好 煩死你們 比康熙來了還要煩 好了就是我的金曲大串燒二已經上傳了 就是現在你們聽到的這個 好把它先關掉 然後我想說我現在要補個妝 順便補給你們看這樣 好累喔 我們這兩天真的太累 但還好我買到新椅子跟那個靠的背 我覺得很舒服 就先噴個雅漾火圈水 欸我火圈水都沒有在開玩笑 我真的都大噴特噴了 我覺得超舒服的 然後稍微把油光帶掉 剛剛瞬間有點找不到我的FIT ME在哪裡 然後我不知道 欸你們看我FIT ME的實測嗎 我覺得FIT ME跟LOREAL比起來啊 我自己會更喜歡Maybelline 因為我覺得Maybelline的遮瑕度跟細緻度都有陰欸 但是粉底液的部分呢 我就比較喜歡那個LOREAL 就是LOREAL The Infallible的那個 無油綠粉底液 我比較愛 好我就會稍微的把它壓掉之後呢 加一點打亮 腮紅跟打亮比起來其實我比較喜歡打亮 不知道有沒有人也是這樣 就我覺得打亮真的是 會讓你整個臉的立體度都跑起來 所以我很喜歡打亮 這個步驟 化妝步驟裡面 我非常非常喜歡打亮 然後最近啊 很多人就是看我的影片都會說 為什麼我的Vlog很常沒有上口紅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非常非常懶的上口紅的人 而且你們也知道我會一直喝東西或吃東西 所以我不太會補口紅 但是最近就是想說好 那就把我的潤色護唇膏拿出來用好了 這個是Dior的Live Glow Color Reviver Bomb 我很喜歡這個顏色因為我覺得它很古怪 然後擦在嘴巴上蠻可愛的 跟那個Kiehl's的 美果色有點像 可是 潤澤感跟擦起來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這一支擦起來就真的比較像是口紅 那Kiehl's那支擦起來就真的就是護唇的感覺 然後顏色只是感覺附加的這樣 就是大概的補個妝 然後等一下再工作一下就要去找男友了 我一定要跟你們分享這個東西 因為它真的是Amazing太好 所以這個燈光好好 就是肯德基的那個QQ球 我剛剛一講QQ我男友就說 是不是又只有中立叫QQ No全台灣都叫QQ球 OK 這個呢就是好像買派對B餐加一塊就有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買派對B餐 所以就是要加39塊才能購入的 雙色QQ球 我跟你們說這個Amazing不同反響 真的是 它 它是說 非常的Q彈以外 它裡面真的是 芋泥跟 不知道是什麼 紫色嗎兩個都是芋泥吧 好好吃而且真的完全是現炸 剛剛炸起來的時候我男友吃一口就說 呃 畢業式的QQ球好吃 是不是 它沒有說QQ球 它說地瓜球 因為它說沒有人說QQ球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就是像我一樣 就是如果晚上真的不知道要吃什麼的話 我會去買Seven 但很少啦 這一個呢是雞肉串 醬燒軟骨雞肉串 然後 我還買了這個招牌鍋貼 因為剛剛路上已經沒有東西有開 就是 工作的比較晚比較辛苦你們知道 然後這個鍋貼雖然不脆 當然不可能是脆 畢竟它是微波 可是皮也不會太硬 然後滿Q以外 裡面的餡料很飽滿耶 它就是 比一般那種就是放在就是 就是什麼牛肉麵啊 或者是咖哩飯旁邊那種微波區的來得好 這種呢是放在冰塊區的那種 微波食品 嗯 然後這個是雞肉捲 我男友剛剛說這什麼 臭豆腐嗎 它感覺是有那種 不是全部都是雞肉的感覺 它是有那種 就是 什麼 太白粉嗎 還是什麼裡面有混過 不是純雞肉 這個就還好 但是國天很推喔 好啦現在也是晚上十點多了 那今天的VLOG就到這裡囉 然後記得還沒看我金曲的那個 趕快去看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 掰